大家好我是艾菲尔为您播报 2月13号到2月19号 这一周的这个星象运势 那么了解这一周呢 我们先看一下天空当中发生哪些事情 农历过年刚结束 那么新春呢正在展开 这个春天来临 那么在这一周呢 天空当中有三大这个重要星象 第一个重要星象呢 是土星跟太阳会有一个合相的关系 那么在这一周呢 是一年之际在于春的时间 所以呢我觉得配合土星跟太阳的合相 大家呢在这一周可以立定一个 今年的人生规划以及目标 因为土星呢加重了每一个人 对于世俗成就的这个企图星 比如说你在这一周立定了一个 整年度的一个计划以后呢 你就会有步骤的去实现你的人生梦想 那么只要去努力 我相信呢你在各行各业 都能够成为一个佼佼者 这是土星跟太阳合相所带来的一个力量 那么第二个重要星象呢 这一周呢是2月13号到2月19号 所以呢2月14号呢 是夕阳情人节也在这一周会发生 刚好呢有一个关于爱情的星象 是海王星跟金星的合相 那不巧的是海王星合相金星 它对感情是不利的发展 所以呢大家在期待夕阳情人节来临的时候 不要被这种浪漫气氛冲昏了头 选择对象或者是谈恋爱一定要理性 要理智一点 不要呢产生那种物理看花 假戏争作的一个现象 那么对于你的爱情就会比较不利 那么第三个重要星象呢 是关于所有图事人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这一周呢 天王星会在金星发生无相位的这个问题 那么天王星在金牛座无相位呢 它反映出这种金牛座所代表的房屋土地 以及安全感受到很大的挑战以及冲击 所以呢我觉得所有的投资人 所有关注股票或者是基金的朋友 上半年的一个变化性 以及对于金钱的一个冲击 这一周呢可能会非常的明显 大家要注意你的安全以外 还要注意你的财富的安全 我们来关心那个十二星座的朋友 每一个人呢在这一周的福祸吉凶 到底又会是如何 来母羊座的朋友呢 这一周如果是读书的学生的话 你在学习进修方面会非常不错 可以提升专业 那么这种学习呢 不限定是知识的学习 技能的学习也不错 才艺的学习更好 那么体育的或者是健身的学习又更棒 来金牛座朋友呢 这一周呢适合做这个艺术欣赏培养气质 那么配合这一周的这个星象呢 金牛座朋友可以去听音乐会 或者是去画廊 去美术馆看展览都非常好 来双子座朋友呢适合工作的发展 会有崭新的目标出现 那么双子座朋友加加油 今年对你挑战比较大 来巨蝎座的朋友呢 会获得职场晋升的机会 但同时呢也出现了挑战 那么巨蝎座朋友呢 这几年其实一直来讲 工作运的发展都非常不错 但是呢有好的发展呢 也会迎来挑战 所以呢巨蝎座朋友加油 来巨蝎座朋友呢 这一周呢会有非常好的业绩能力 而且呢你的服务 你的专业 你的形象广受好评 处女座朋友呢 建议呢是专注在你的健康上面 可以加强运动瘦身的 这个规律的这个运动 因为呢过完年后呢 你要积极减肥了 天秤座朋友呢 则是爱吃美食体重增加 天蝎座朋友呢 则是感情发展 有笑有泪 半疾半凶啦 那么射手座朋友呢 则是要建议你专注在学习 哪一方面呢是室内设计 因为今年你可能会搬家 来摩羯座朋友呢 会有积极努力要开创事业 水瓶座朋友呢 建议你改变思维 学习理财 那么双鱼座朋友呢 则是要情绪的忧郁 建议你要寻求帮助 不要一个人独自面对各种压力 以免产生一些这种 小小的情绪忧郁的状况 以上呢就是本周新桌运事 提供您做参考